大家好,我是豆皮哥 欢迎回到潮流豆英文的单元 今天要来讨论的是那些潮流人口中的 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刚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个单词loop,中文就叫循环 在潮流界也是这个意思 比较常遇到的状况是去店家排队时 不管排队买鞋子或者是排队拿Raffle Ticket 排完就走到对后面再排一次 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looping 有时候店家是允许这种looping的 买了又买,买了又买,没有问题 但当店家是不允许这种looping的时候呢 就会限制只能排一次了 身为专业reseller的我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无私的技巧 方法一 烙人 打电话请朋友或者是家人来帮忙多买一些 方法二 变装带各种帽子衣服等等 让店员认不出来是同一个人 方法三 分时段去早上、中午、晚上 可能会遇到不同班的店员 以上就是最好的三个小技巧 如果你够hustle 真的想要那双鞋可以尝试看看 但先跟大家说 这些方法都不是guarantee保证一定会成功的 最重要的是学会随机应变的能力 才有机会成功 今天你学会在潮流界什么是looping了吗? 你对这种looping有什么看法呢? 会很讨厌吗? 还是觉得无所谓? 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谢谢你们今天的观看 喜欢这类型影片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我是豆皮哥 我们下次见 拜拜